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JYP电台 在观看影片之前记得按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那我和大家说回最近MIRROR的感况 还有姜濤的我看她之后的发展 或者是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 因为之前姜濤在上月底出发去欧洲旅行 大家一度以为她是去外国工作的 但事后她也澄清和家人去旅行 去上海森陪有家人 而姜濤也先在巴黎和表妹会合 再和姜妈同游法国和英国 而姜濤表妹日前已经回到加拿大 剩下姜濤和姜妈继续她们的旅程 而去到17号的时候 姜濤在英国时间中午12点 就会抵达机场准备回香港 也会有一些机场在等待的粉丝 就会想和她合照 而今次的旅行 姜濤比原定的行程 其实留多了一个星期 回到香港之后 姜濤就会很快地投入她的工作 为她的贵前菜作一个宣传 姜濤回到香港的时候 一众姜濤都非常兴奋 认为可以见一下姜濤一面 不过有点可惜 姜濤在个人的TG发文 表示她回到香港 就会走这个特别的通道 叫大家不要在机场接她 因为知道有些姜濤在机场等 到时又制造了很多混乱 加上疫情期间也不是太方便 但她有表示感谢 很感谢大家留意她的行程 或者是这样关心她 加上她有带着家人的妈妈等等 不太习惯这些多人的场面 所以机场方面都已经准备了特别通道 大家就未必真的见到她们 但希望大家不要太辛苦地等 知道群组里面也有些记者朋友 所以麻烦也转告给一些记者朋友 再次感谢大家 其实姜濤终于是很难得可以去旅行 因为她的工作又比较忙 大家都知道如果做艺人 如果有很多工作的档期 或者有很多的代言要拍 那样其实那样子她们真的没有假房 就是她们可以说 有多少就赚多少那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看到她可以趁着休息的假期 去和妈妈计算一下去旅游 勾游是非常之好的 同时她也是和姜妈 姨妈和姨长一起在英国登基 和她们一起去玩 那样的 她真的是一个孝顺仔 同时也可以陪到家人 她也呼吁姜堂千万不要接机 有很多姜堂都很乖乖地听姜admin说话 这个航班到达香港的时候 就有少少的延期 也有多名的保安去维持秩序 最终就是走这个特别通道 去离开回家 在这里其实很多姜堂都很期待见到姜濤 不过就有人会看一些直播去接机 大概是有1800个左右的人去接机 也有几位姜堂依然都会到达机场 希望可以见到姜濤 但是经特别东道走出来的时候 都会见到姜母会和传媒揮手上车 随即姜濤也和传媒揮手 合拾双手多谢 然后她妈妈登上七人车就离开了 我见到她结束欧洲的旅程 相信也是玩得非常过瘾和开心的 在这里就会期望姜濤 快点回到幕前的工作 看看她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 在这里也想说一下姜濤 近年或者这一段时间她之前的作品 或者她各方面沉淀了之后 我觉得会有什么转变呢 因为我自己觉得 其实姜濤之前也是很专注 做她自己的音乐创作 我觉得未来 其实她叫做复工之后 其实她们可能也会专注自己原本的一些崗位 例如创作了一些新歌 或者是有新的一些音乐可以给大家 至于make a feel 有什么安排 还未有 但是我想其实她们第一波 就想着透过被这些剧 或者电影上映 或上画 然后大家就开始留意多一点她们的工作安排 然后她们就可能会开始出她们自己的歌 我觉得也不奇怪 因为如果你说特别多的代言 那其实就没那么快 因为始终她们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你说很多她们那些叫做要拍戏 或者是要代言一些产品等等 其实都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之前呢其实Ean也有拍电影 但是后来就有和Ean 即是花姐和Ean聊过之后 就觉得她还未准备 所以就没有去拍电影 所以其实在拍剧上面 看到make a feel 反而是想我们会有好一点的状态 反而唱歌我觉得是不错的 唱歌真的可以抒发情绪 那又可以跟卡落陶夜性情 令到她们一些负面的情绪能够抒发出来 那我觉得她们未来的行程 或者未来的工作安排 都是会出歌曲为主的工作安排 那有不少的姜糖呢或者是镜粉呢 都是很... 即是很... 叫做... 期待她去... 恢复回幕前 然后又可以看到她出席一些 event 那有些网民就留言说 姜濤安排得大方得体 又可以顺利上车 又可以照顾姜 那同时呢 那个机场的职员 那其实大家最重要就是 都会配合姜... 即是姜濤她说的这个方面去做 看直播这样的 那因为之前呢 其实在这个Anson Lo 和Jeremy那次呢 就比较混乱一点点 就是他们可能预计不到 哇塞这么多人 但是... 自己就觉得... 始终都是偶像啦 也都有不少人会想送机 尤其是... 我经过了这么久之后 我终于是见到一面 那大家都是... 就是忍不住 就是要... 很想去... 就是去接机 那所以其实呢 我自己觉得... 就尽量是安排一些 特别通道会好一点点的 那避免制造混乱 那样的 那有英国的粉丝呢 亦都是在... 这个英国的机场呢 是... 捕捉到这个姜濤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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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刻呢 即是姜濤就很nice 拿起手机 就和他们自己拍摄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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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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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太瘋狂 太多人 始終都是比較少人 但看到他也很友善 可以和大家一起拍照 或者是不會有架子 我自己就覺得在這個部分是挺好的 他不會特別放在明星的架子 說我不拍 或者什麼 或者是看到對方那麼開心等自己 或者是拿好手機可以大家拍一張照片 其實我覺得是會比較... 就是... 這樣的對待朋友的態度應該要有 有很多的明星可能... 可能當刻... 我不知道 如果看一個明星當刻weready的樣子 有些明星他可能說他完全是鬍眼 又踢圈 又很... 很隨意的樣子 可能他未必會想和粉絲拍照 可能他會覺得... 這樣的樣子又不是太好 但是... 有時候... 我又覺得... 就算你的樣子是未準備好 可能其實對方是很... 等了很久 或者期待了很久 不想讓對方不開心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都可以... 就是... 拍一拍照照 但是我覺得姜濤就... 在這方面呢 如果是可以的話 其實我覺得姜濤都會盡量去和大家拍照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就是... 就是... 這個是做偶像的... 一個... 一個... 一個重要的事 很多的... 粉絲都很期待 可以和自己的偶像拍照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 會令到... 就是... 所有的姜濤都會很開心 那今天呢 這條影片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就可以按訂閱和按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了 記得記得到我們的Facebook Page那裡 Follow我們 我們下次見啦 Bye Bye